我是基督卿会长方家雄 当电影里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榴莲当头我是威尔 自由高照我是恩奇 天马行空我是威尔 是的来到了2013年9月5日 星期四的早上我们来天马行空 行到哪里去呢 我们先行到这个中国去 行到中国去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不是走路到中国 但你们走到中国那是好事 运动是对健康非常好的 那你可以走一下 运动好事吗 我想我想走到中国去 其实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但是这个苦行啊 我要是能去到中国用这种苦行的话 那肯定我会比黄德还出名了 锻炼身体吗 避免得糖尿病 对没错 锻炼身体避免得糖尿病 这个事情呢 不单只是我们要做其实每个人都要做 因为糖尿病本身呢 并不单只是你做运动就算了 就可以让你避免这个糖尿病 如果你的饮食习惯不好 还是说你平时喜欢耗食 甜甜食的话 就有可能患上糖尿病这个机会了 那其实根据研究报告指出呢 中国已经成为糖尿病人口大国 成人糖尿病患者呢 估计超过一亿 那可能已达到警截级别了 那这项在最新美国医学学会 杂志发表的一个报告中呢 就显示成人糖尿病病患呢 这个比率为11.6% 那男性的患病率为12.1% 女性患病率为11% 但仅有30%的中国糖尿病患 知道自己患有糖尿病 那当然呢 相较美国的这个疾病控制 还有预防中心 2011年数字显示 在美国呢 20岁以上成人糖尿病患为11.3% 换句话说比起中国是稍微低了一些 研究报告还说尽管中国人比较瘦 但是糖尿病的发病率来说呢 中国高于美国 那这个也显示出一点 就是说 瘦或者是身材 我比较瘦是吗 对 不代表说瘦就不会患糖尿病 因为一般人的想法呢 就是只要瘦的话 你就可以避免好多一些疾病 比如说像高血压啊 心脏病啊 或者是 胆固醇 对对 但是因为胆固醇过高之类的影响 那糖尿病同样的也会有这种情形 那这个情 这件事情呢 也显示出了一件 一个讯息 这个讯息是什么呢 中国人其实在过去那么多年来呢 可能在饮食习惯上有改变了 也许受影响的是快餐的文化 或者是西方文化 好食甜品的文化呢 已经进军到中国去了 马来西亚国人其实在摄取糖方面呢 也是相当的高 所以呢 在平时的生活日常生活中呢 要留意自己的糖的摄取量 那我们再看看跟进一下叙利亚的新闻啊 这是我们这段时间来呢 相当关注的一段事情 开战的几率越来越高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呢 他在昨天就争取了G20 这个20个国家的一些支持 但是呢 现在不单只是G20 连俄罗斯之前本来才 站在反对立场的 现在看起来好像态度有些软化 但是俄罗斯他其实 题目说了说 俄罗斯或许支持公序利亚 但是他实则内容是 俄罗斯其实依然是态度很坚强的 就是说他一方面呢 他他说如果是美国没有证据的话呢 那就是不能动物 你必须找出证据来 有证据你才能对准动物 他这种说法呢 已经是软化了这个态度 之前是完全不支持 但是现在呢 他给了一个条件 如果美国能够有这个证据 他不排除可以支持动物 这个说法 对同时呢 俄罗斯呢 他也就是想与美国会谈一下 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事情 但是美国至今呢 也没有就是说 任何有会谈的一些机会 给予俄罗斯 所以现在普京呢 就直接出来 就是问话 就是想争取有一些机会 与美国就与叙利亚进攻的问题 与一些与一些会谈吧 但另一方面呢 就是奥巴马呢 他在这二十将要举行的 这二十会议的时候呢 奥巴马将要 与 与 与法国的总统奥朗德呢 还有就是英国的首相 卡梅罗呢 进行会晤 就谈一下关于 进攻叙利亚的问题 我们都有些知道 在前一些 就是前两天的英国的国会 都已经拒绝对于叙利亚攻武 但是奥巴马还是想劝说 两个国加入一起动武的行列 同时奥巴马不仅是着重于 就是英国和法国 其他的一些成员国 这样的成员国 他也想劝其他的国家 支持美国对叙动武 同时他也去瑞士啊 在因为前一些日子我们知道 但是我第一次知道 奥巴马是奥 是那个就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但是他去瑞典 瑞士的时候呢 他就想就是 借助这个地方呢 想争取更多民众 瑞士更多民众 和国会的一些支持 同时呢 奥巴马的这种努力呢 他也不局限于国外 他更主要的是局限于国内 因为他如果是国内国会 不支持他动武的话 他也没有办法动武 所以说现在在美国国内 他就有很多 有一些变动了 首先呢 就是参议院 大家都所知道 就是说参议院呢 它是就是民主党为主的参议院 所以说要想争取参议院的同意 是不是一件难事 所以就最近的 美国参议院的外交部的委员 就表示啊 就是参议院的所有的委员们 口头已经一致同意 对去动武了 所以说他们就在等待着 等等待开国会 下议院开会的时候呢 表示一致的通过 另外一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众议院 众议院也 大家也都所知道 众议院呢 是就是共和党 为主的一个众议院 所以说就也许是众议院 不会同意奥巴马 对去对去进行动武 但是情况有些发生变化了 就是共和党籍的众议院的 院长伯纳呢 和民主党籍的众议院的领袖 佩洛西一致同意 一致支持奥巴马动武了 同时呢 共和党的重量级鹰派人物 就是麦凯恩 他也在会见奥巴马之后 也同意 也支持奥巴马动武 所以说现在的情况就是 美国的参众两院 其实重量级的人物都一致同意 奥巴马对去动武 从目前的国际形势 与国内形势来看 奥巴马就是对去动武 应该是见在心上 应该是就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没错 根据这个美国国务卿克里的说法 奥巴马其实并非要求美国打仗 但当然这可能只是一个借口 他说他是要求 只是要求国会呢 授权让他血弱 还有制止叙利亚动武 动用化武的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美国国会参议院 你刚刚说到的 就是他们已经开始 对这个有一个草案 这个草案当中呢 所的条文呢 当然包括对叙利亚的 国会采取的军事行动呢 是不得超过六十天 换句话说 如果这一个行动是成行 就不可以超过六十天 那情况须是 那个当时的情形而定 但是如果延长的话 还可以延长多三十天 换句话说 这场战争呢 绝对不能超过九十天 同时呢 就是在 在战之前嘛 在对序攻战之前呢 相关的俄罗斯的一些 就是军事侦察机构呢 就发现有弹道导弹发射 这弹道导弹发射 是谁发射的呢 他们就侦察 以为是美国 因为这个弹道导弹 是从地中海沿岸 向叙利亚方向去发射的 所以说大家都很警惕 这因为 因为现在一致没有支持 对就一致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对虚东 为什么有弹道导弹的发射呢 所以就 俄罗斯各方面就在侦察 原来是以色列 在发弹道导弹 他 以色列的叙述就是说 我们在军事演练 一旦就是要续动步啊 或者说对伊朗方面的一些威胁啊 他们经常进行这种 军事上的演练 但是不是针对现在对 就是即将到来的 对于叙利亚的这种战争当中 其实他在攻叙利亚之前的 这段时间举行这样的军事演习的话 而且目标的方向就是叙利亚 那么可以看出 也许是以色列 他他也许会参加这场战争 他也许会 他也许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自卫的一种方式 在联合国民首长潘基文 具有对于 像是美国对于他们要采取动武的 一个考虑动武的事情上面呢 他没有特别的表示反对 但是呢 他只是很慎重的呼吁说 不管是任何的措施 必须在非常有谨慎的之下呢 透过联合国的章程架构内处理 对于叙利亚用话五发生的军事事迹呢 其实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得到任何的证据 因此 潘基文呢 就在星期二的时候就表示说 叙利亚使用话五发动事件军事呢 可能会使叙利亚国内的整个冲突恶化 而且动武警在自卫或者获得 联合国安理会市授权才算是合法 这句话似乎要说给美国听啊 因为美国似乎打算在 不需要得到联合国的支持下呢 就想要去对攻击叙利亚 现在叙利亚 它的政府方面呢 它也有一些准备了 那就是把好多的民众都已经撤出叙利亚的一些重要的就是战场吧 应该是战场的一些城市 同时呢 有一些居民呢 就其实大部分的民众呢 他他们 他不愿意 即使在战争面临的 这个关键的时刻 他也不想离开自己的家园 他也想留在自己的家 但是有 就是有一个民众 他就 哈纳 他就是说 至少我们依然可以处在自己的国家中 同时呢 我们看到民众的一种 就是 叙利亚民众的应该是 这种方 这种生活的状态 不是他们所选择的 他们也没有能力去选择 只有是 国家层次上的领导人在选择 所以说对于民众来说 它是一种 不得不面临 不得不面临的一种痛苦的 一种经历 或者是说失去 失去 失去儿女 或者是失去丈夫或妻子的一种痛苦 但是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 俄罗斯方面 他也是 他说 如果说是叙利亚方面 就美国和 或者是说法国方面 没有侦查到有关的证据 对于叙利亚动物 化学武器的这种证据呢 那么俄罗斯方面呢 他依然支持叙利亚的一些军事行动 就是提供给他一些军事上的武器啊 作为一些战争上的支持 所以说 战争本身呢 是没有带任何好处 带人民更多的伤害 还有学生火热的一个痛苦生活 那当我们转头看看 在芬兰 是一样怎么一回事了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手机市场呢 最早的 应该不是说最早了 最 卖的最好的 在早期呢 最红的其中一个品牌 就是叫诺基亚了 诺基亚 是诺基亚 是其中一个最行的品牌 还记得当初我们 甚至在网络还流传说 诺基亚其中一个型号 我忘了是三什么型号 三三一零吧 对对 那个是绝对是经典型号 你可以拿来任何用处都行 敲螃蟹啊 或者是这个退敌啊 你遇到这个匪徒的时候 可以拿来抗敌啊 这种 当然这些是夸张的说法了 但是他 他从中也带出了一个讯息 诺基亚呢 在很多呃 九十年代的一些 呃 应该是八零后吧 七零后八零后呢 都对诺基亚有非常特殊的一个情感 因为呢 他确实伴 陪伴了好多人度过了这个年头 当初还没有这个什么 一直都是在用诺基亚 到现在为止也是在用诺基亚 之前的那种版本 你说的那种版本 确实很结实 掉到地上都不会死 怎么摔的 怎么摔的都会坏 对 所以不小心掉到地上 砸到脚 脚可能还坏了 手机还没坏 是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就是虽然曾经霸击市场的诺基亚呢 近日因为美国苹果 以及韩国三星的整个崛起 所以诺基亚在星期一的时候 宣布以五亿四千万欧元 也就是马币 两百三十五亿三千四百五十万令吉 把核心手机业务呢 卖给了美国微软公司 那诺基亚手机曾经是属于芬兰国家的一个非常大的骄傲 因为它是整个手机业呢 在它的国家曾经有一段时间是百分之九十的芬兰人 每个人手上都有一部 诺基亚手机 那其实我们再追溯回去这整个手机的发展的历程 整个在诺基亚方面呢 是带着一个先锋的 在一九九二年呢 诺基亚就出售了非手机的业务 一开始呢 它本身不是手机行业的 它是从塑胶 造纸还有塑胶的品 这个产品呢 做的一个企业 那已经创业了一百年之后呢 才转为生产无线电话 并在一九八七年生产了第一部手提的流动电话 那那个时候这样子的一部手机流动电话呢 其实那时候要卖的价格是相等于两万令吉的 就是那时候是两万四千芬兰马克 所以那时候是一个非常新的科技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趋势是从他们那边开始的 那另外一个非常让人家记忆深刻的 记忆深刻的就是里面的手机游戏 我相信如果曾经有诺基亚手机的 应该都有玩过贪吃蛇 就是他有一个点然后一个舌会一直移动 然后你就必须去把那个点吃掉 这些都是一些 对他把手机呢 除了用来打电话传简讯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把它融入在生活中的一个伴侣 可以让你玩游戏 那这个手机我们 我本身没用过 因为我第一台手机是Motorola 我用到今天为止呢 我的手机换来换去 就是偏偏没换诺基亚 因为就觉得诺基亚这个手机太多了 用了就想反潮流 不想去用 不过现在我们看到呢 这个诺基亚现在已经卖给了 所谓的叫什么微软了 对了就是微软公司 这个选择呢 其实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并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目前如果他要跟Smartphone 就是苹果手机 还有三星手机来抗敌的话 绝对不是最容易的事情 包括有其他品牌的手机 现在也开始了其他所谓的并购计划 或者是和其他公司来合作 来抗衡所谓智能手机的市场 那诺基亚呢 本身已经在这个市场中挣扎求存 有一些呢已经被淘汰了 所以诺基亚本身采取了这个决定呢 虽然说可能有点痛苦 不过呢 这个相信只是过渡期 毕竟微软本身呢 它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企业 而且绝对有理由相信 微软有这个能力 可以把诺基亚的手机呢 也许会带到另外一个层次上 其实看诺基亚呢 对于他们来说 实际是非常重要的 在过去的14年呢 从1996年开始 它是属于全球手机市场 占了38.6% 是风头风头一时无两的 他们本身呢 其实在iPhone推出之前的 早七年前呢 已经推出了触控式的手机 那但是呢 他们就是对于 可能就是在市场上面的 整个趋势上面没有跟进 当苹果出现的时候呢 他们并没有 就是在这个算是 另外一种形式的 就智慧型的手机上面呢 下更多的重本 就是投资在那个方面 那现在呢 之前他也推出了 Lumia Series 就是有另外一个智慧型手机 虽然说获得很好的 很好的一些评价 但是还没有办法成为 主要的竞争对手 是 我们看到其他的手机品牌呢 他也就刚才说 已经退出市场了嘛 就包括像Sony Ericsson呢 还有Motorola Blackberry Blackberry呢 这个品牌 其实目前还是有人在用 但是他面对的冲击 可能更大 那说回芬兰 诺基亚呢 其实是芬兰人的一个骄傲 其中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骄傲 所以现在把手机的这个业务 卖给了美国呢 等于是说芬兰本身呢 对美国的这个所谓的 不能说崇尚 应该说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呢 变成更微妙了 为什么呢 现在芬兰人等于是说输给了美国了 他们会觉得说心里可能有点不平衡了 那说到芬兰 我们就想到说昨天呢 我们和孙何生 孙先生有谈到这个教育的问题 他同样的提到说了 这个芬兰的教育啊 等等是非常好的 那他说这个跟大马比较的话是 稍微有点不同 那其实这个芬兰的教育方式呢 是与北欧人呢 这种平等观念是有关的 就比如说他拿人口来做个比例哦 他说 整体上北欧的人口呢 总共有大概2500万 那一般上被认为是 治理最好也是最平等富有竞争力的福利国 那这个福利国呢 其实对他们的教育制度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他说大马华人喜欢说再穷不能穷教育 那芬兰人的教育理念则是没有人被放弃 就是no one left behind 就一个也不能少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呢 不要放弃某一方面赶不上的学生 所以他的这个观点呢 把他跟马来西亚的教育政策比较的话 他是说在芬兰呢 是属于那种天生我才必有用 行行能出状元 就是不管他们强制性的 你必须学习哪一个科系 这个当然就相呼应说 昨天我们谈到了有一则 不是那个课题呢 就说强制性的 或者是国语的这个重要性是怎么样 那如果增加了这个结束上课时间 会不会影响学生的这个负担 他的这个上课时间的负担会变得更重 对他的说法呢 他的看法其实是会的 所以哪芬兰来做一个比较 我们看到的情形是 很多这个国情都不同 虽然他认为说大马教育呢 是其实有一点政治化 而且官僚化 太过单一族群化 考试局呢 也受尊重影响 所以这是一种说法 当然这个说法呢 是对教育大蓝图的一个 采取反对的角度来看的 所以芬兰本身呢 他也面对了一定的问题了 包括说你可以说芬兰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国家 甚至教育制度是非常优秀 不过他们同样有他们自己的问题 诺基亚手机的这个品牌 当然 这个不是教育问题 当然不是教育问题 但是如果你从长眼来看的话 他们也不是说 整每一方面都非常优秀 你能够说 如果他们教育是非常好 他们也可以培育出一些很好的 这个所谓的理财专才啊 或者是市场专才啊 那同样的诺基亚 他也可以请到这样的专才 来治理他们的这个品牌 那为什么同样的还是会把他选择了 这个所谓的国家的骄傲 就跟美国合作了呢 其实一般上如果你说是骄傲的话 没有人会愿意跟另外一个强国来合作的 对 其实有时候 一个国家他也有缺点或有优点 但是就这篇文章来说 就是芬兰的受教育的平等权 他有一些教育需要 就有些好的方面呢 就我们是需要学习的 例如他就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嘛 好好能处壮严 所以说他们是因材施教 每一个学生的特点不同 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来进行教育 那么现在在大马就有一些 就是什么班 就是班级是不同的 A班 B班 C班 D班 他的级数不一样 有些是放羊班对吧 还有一些是尖子班 所以这样的班级对就是造成了一部分的 就是放羊班的同学 因为他 他们也也许有他们的一些特长和优点 但是往往成 就是由于一点成绩不好 被放到放羊班 所以这样的一种教育政策 是不是可以得到吸纳和采取 对 其实在这方面 芬兰做的非常好 就是不管是弱势的学生呢 他们都会得到特别的照顾 就是平等的一些照顾 不管是族群啊 不分族群 地区啊 或者你不管是来自城市啊 乡区啊 社会经济地位等等呢 性别当然也别说 肯定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那他们都会得到平等的这个受教权 也就是说 在拨款呢 师资 设备 教具 午餐 课本 图书馆 体育 器材等等方面呢 都尽可能是一样的 平等的 那该有的都应该有 可是回归大马 我们看起来情形不一样 就是在于这个不一致 在教育资源的分配呢 呃不一致的地方却强求一致 就比如说过度强调国语的团结作用 这是孙和生的看法 他认为国语太过强调了 所以就被忽略了其他的方面 就包括学生本身的一些前途出路 或者是能力 那芬兰在这一方面 他就认为做的会比我们自己这一方面还好 就是在平等 这个部分 嗯 有些政策是不能拿来直接套用的 但是可以借鉴 呃 发展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一个教育政策 是更好的 其实就教育大蓝图来说 他里边的呃 发展的一些策略 平心而论呢 是就是对于每个学生的这种潜能的开发 是比较好的 各方面的能力思考能力 他的动手能力 还有他各方面的多族群的呃 沟通和宽容尊重能力 各方面他在教育大蓝图中都已经提到 但是有部分的一些章节呢 他整个的趋势的改向 让人感觉读完之后 就是有一种感觉啊 呃 这种感觉就是说 国家呃 在强调的就是国语教育和英文教育 而把华文教育 或者其他大美尔文教育 作为第三种语言 或者是相当于就学西班牙语 或法语一样的一种感觉 这不免就让一些华教人士 感觉到很忧心的一个现象 对 华教人士忧心呢 不单只是在国文课数的增加 他们还忧心的是大蓝图的计划下呢 有可能就是华校会不会被见更多 这个这个是一个关键 而且呢 他认为这是一个关键政策 我们看到有这个吉隆坡 中华大会堂的会长陈有信呢 他有率领了16个华团 代表呢 就针对教育大蓝图之前呢 和教育总监进行了两个小时会谈 那当然对这个大蓝图呢 他们的看法呢 肯定是认为对华教冲击 有一个非常明确 很明显的一个作用 那他表示 龙雪华堂呢 就认为说 当前的情况呢 应该分两大方向来思考 就是说要参考1996年教育法令 还有2013到2025年教育大蓝图的初稿 我们其实可以知道 就是教育大蓝图呢 应该会在明天或近期内 最快近期内呢 肯定会有公布出来 最后的改了是怎么样了 那这两者之间呢 它是互相关联的 如果是把这个教育法令呢 作为一个自定教育政策 而教育大蓝图呢 是比较偏向教育政策的话 那应该要如何提升我国教育水平呢 他就发出了这种疑问 还包括学生的语文能力 还有教数理的能力 他也认为说 其实把这个建华校 是不是能够建得更多呢 这个或者是更容易的 去新建更多的华校 作为这个关键 是政府应该作为考量的 这个关键政策 那其实在马华方面呢 马金总团长呢 那都魏家祥也表示 政府在教育大蓝图中呢 其实已经接纳 还有确保华小制度化拨款 保障华小在教育体系的地位 那这个肯定是符合 马华一贯的立场了 当然马华在政府内呢 他们也很努力的 就是他说法 很努力在为华社呢 整体力量争取更多的优势 其实从中可以看出 马华呢 马华校长职工总会和华总 这几个团体 他们是在一起的 他们提出 其实对于现在 我们昨天也提到 他们提出的这种 就是建议和政策 无论是上课 国文上课的时间的问题上 还是对于教育大蓝图的 整体概况上 他们都有一致的意见 在上学时间上 他们是达到210分钟 国语是210分钟 那么在对于教育大蓝图上 他们的观点是支持 教育大蓝图的发展 也支持国家对于国语和英文的一种教学的 教学的一种方式 但就两方面和董总又是不一样的 董总是要求180分钟增加到270 270分钟下降到180分钟的国语上课时间 以及董总对于教育大蓝图 都是不与一个正面的观点去看待 因为他在担忧着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他整体的教育发展 他整体的涵盖面和对于每一个学生的 个人的一种培养确实是比较好的 他适合马来西亚的一个国情 但是他总体让人感觉到 他是在忽略华文教育 就像昨天孙先生所说的 他有点像糖衣炮弹 就是说慢慢慢慢的在消灭一种语言的一种存在 但是华团 他是不免是有这种 这是董总的观点 不免有这种担忧吧 华团本身到底知不知道他们要求的是什么呢 还记得我们昨天在下了新过后 我们自己也是讨论嘛 对不对 就说到说 其实华团呢 他们也知道为什么用180分钟 做一个底线去跟这个教育部谈 搞不好就是大家斟酌了过后 做了一个所谓negociation 商讨的 那得到了一个结论是210分钟 就换句话说加了一个30分钟 那如果他们把底线定在210分钟呢 那跟教育部谈出来 搞不好就是要一个240分钟了 因为他说最高的是可以去掉270 那如果你明明知道说 你一个心理准备要210分钟 你还定一个180分钟 那到底你要求的是什么 难道说就是要上课时间 或者教育的部分 是属于可以讨价还价 学商讨价还价的这种做法吗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做法的话 那其实这个教育就肯定会不会有机会 有一天就变职了 那因为他是有的商讨的 他是有的商量的 而不是一个所谓坚持 我一定要这样子 那华团自己本身做了这个决定 180分钟 然后又说到最后可以妥协到210分钟 这种妥协是不是因为他们知道 教育部本身呢 其实要用这种妥协的方式 才能够达到有很多效果呢 那当然我们今天也看到另外这个 其实我还蛮喜欢报纸上的一些政治漫画 我觉得挺可爱的 昨天 应该昨天还是前天的 有一个有一则的政治漫画呢 就看到 应该是看起来画的像是 母于定 这是我们的副首相 那另外一则 另外两个人呢 就写名是董总 还有另外一位看起来是 董总是叶新田呢 还是周收汉的 两个呢就拿着 拿着棍子来 我发现就是 就是董总的 董总的叶新田和教总的王超群 他长得特别像是不 可能在某个五官上看起来有点像 但是这个不是重点 我刚才想说的是 因为他这个漫画就感觉很像 分不出谁是谁 他们就拿着棍子了 昨天我说那个漫画 拿着棍子来了 就跟教 跟这个副首相谈判 然后副首相就问他说 母于定就问他说 为什么你们每次谈判就喜欢拿着棍子来 然后那个棍子写着的就是 签名啦 然后更高形式的抗议啊 那两只棍子 那是昨天那个漫画 然后他们说 拿着棍子比较好谈 那今天我们又看到一个漫画 这个漫画出来呢 也是很好笑 我们看到一只手这样伸出来 拿着一袋 那个一袋子呢 好像是保 金银珠宝之类的一种袋子 看起来像是装了好多好东西 所以他写的那个袋子 是写的好消息 那在另一方面接受的 站在华团这个部分 有三个人 他画的一个是代表是 华总 教总 还有全国校长职工会的这个代表 那另外两个代表呢 就是董总 还有另外没写清楚是谁了 我们就不知道 只是说在他后面还插了一个棋子 说更高形式的抗议 那大家的对号入座到底随时搞这个更高形式的抗议了 那其实呢 接受这个好消息呢 三个当中只有一个人被有机会受到这个好处 那就是华总教总还有全国校长职工会了 是教育部所播的好处 是给他们的 那另外两个人呢 就在就在那边加紧成竹了 一个秘密的眼睛 是在那边发闷气 没办法做不了什么 所以呢就在那边加紧成竹 一个很希望得到那个好消息的感觉 结果你看你看在这个漫画当中呢 其实已经显示了一个消息 在我们一路都在说 在华社里面呢 尤其是在搞教育这部分已经分裂了 分裂成怎么样呢 你看他们这个代表呢 其实既然好消息已经烧了出来了 那是不是董总本身或者是其他代表 这个华团部分也应该感到高兴呢 因为他们的诉求 难道他们诉求是不同的吗 不同的 不同的诉求 所以就是不同的诉求 那华社里面如果是搞这种分裂 大家诉求都不同 如果是都能拿到好的话 那当然都没问题了 都有更好的发展 但是如果只是给其中一部分 那另外两个就不爽 那结果会怎么样 我们也很难去预测 就等待着百万千名吧 中秋节就要到了 那由NU Angle Pictures容易呈现 由榴莲台节目嘉宾Irene Yin 制作的中秋佳节为电影 芋头扣肉就在今晚即将首播 榴莲台为指定电台 今天晚上记得守住 NU Angle Pictures 或者到YouTube输入关键字 芋头扣肉 请记得收看咯 年轻的朋友们 我们不只要知道 神奇事情的真相 我们也应该掌握 事情背后的来龙去脉 你好 我是民族行动党 火箭报中文酒编 蓝总罗 已经在收听榴莲台 榴莲FM.com 榴莲当头自由高校 榴莲FM 很好玩吗 我跟你们一起玩 我说呀 玩得开心一点吧 我是恩慈 我是妍妍 是 那我们回头看看 刚刚谈到的就是教育的问题 那现在要把这个焦点 同样的锁定在教育这个部分 我们看到就一步呢 今天有发布了一部消息的消息呢 就是将会拨款3000万 给66国民型中学来做这个提升计划 那就一步呢 在昨天这个特别拨款呢 是让国民型中学提升维修校内设施 为老师和学生带来更舒适的环境 那其实这些拨款当中呢 有好多 在各州都有 总共占了665号 在沙巴沙澳月同样的也获得这个好处 那我们看到 其实在 其实沙澳月的拨款 是就是一个中学是最多的 达到150万 其次的就是霹雳的一个中学 达到100万 剩下的这些学校呢 都是介于20万到70万之间 80万之间的这个水平 是 在这些时候获得拨款的学校当中 以霹雳州的数最多 因为最多间国民型中学是在霹雳州的 也是明年的州属 那现在有些朋友就可能会觉得说 首先这个让我第一个想到的是 很多人都说那中央政府呢 其实没有照顾到比明年的 所执政的州属 那现在看起来呢 这些学校确实还是有获得政府的一些照顾的 当然这些也是一些国民型中学了 而在教教教育部长 应该是说不教育部长 是副首相呢 也承诺了 口头上承诺了 将会保留国民型中学的这个称号 而不单只是SMK 将会用会SMJK 我们昨天看到的新闻有说了 这次拨款呢 其实是有两个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曾在2012年10月21日的时候呢 马华的代表大会上 纳吉就宣布答应拨款给国民型中学 就3000万令吉 所以说他为了履行这个承诺呢 他就现在就履行承诺的时间到了 另外一方面他也提到 就是因为教育大蓝图里边也提到 也提到就是要提升学校的一些基础建设 与设备的一些一些设备 所以说呢 基于这两个原因吧 国就是首相纳吉呢 就是拨款给这66个国民型中学 达到3000万令吉的拨款 但同时我们 我们可以想到就是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 就是国家进行拨款 在就是在油价 油价升了之后 即将难道是 有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 就是国家教育大蓝图 他马上就要公布了 公布了他最担心的一群人就是华教 华教他他也许是就是国家是怕华教的 有一些人是华社啊 有一些不满对于教育大蓝图有一些不满 这种拨款呢是稳住华社的内心 就是稳住他们的心情 不让他们就起一些什么样的波动 所以呃有了这么一个拨款 呃另外一方面我们就也也可以就是 应该是他多多少少会涉及到一些问题 就是说呃油价的上涨 国内情绪的不稳定 以及呃主要是华社情绪的一些波动 呃他这种拨款也是镇定人心的一种作用吧 是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根据的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因为我们所知道在华社当中呢 确实一大部分是属于中产阶级 而我们都知道油价油价上涨呢 对于最大的受冲击的群众 就是中产阶级这个部分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呃叶坚成 我们的副教育部长呢呃 呃其实这么久以来很少看到他有什么新闻上报 这一次呢就有比较多的蝙蝠报道了 那其实这篇幅呢就包括了 他说呃他呼吁哦 还有他还有一个说法 呼吁所有毕业毕业的准教师 应该更积极的寻找工作 啊如在私人还有国际学校 执教或者给学生补习 呃不是等待教育部的委派 呃他这个说法其实还挺呃 还挺对的 我总觉得有好多时候呢 有好多老师呢呃 在毕业过后啊 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或者等教育部委派到其他地方 其实他出路是非常广的 他可以考虑去教补习啊 或者是在一些私人学校去执教 那当然呃教育部本身 他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责任 要安排所有毕业的教师 我们常说闹教师慌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教育部本身呃 并不觉得教师有问题 那奇怪有些学校就说教师是不足够呢 那到底是教师真正是不足够 还是呃教育部本身的这个安排 认为说教师是非常足够 只是说效率不好 那我们看起来呢 对于好多华社来说 其实师资不足的 尤其是所谓的在华小或者是呃 其他的国民兴中学呢呃 师资是非常非常的缺乏 但是为什么教育部却呃 教育部长却叫人家自己去找公票 等教育部委派呢 那中学其实是华校师子的培育地 在今天的发布 新闻发布会上 国民兴华文中学发展理事会主席林荣华呢 就有在呼吁教育部 希望能够批准 经见更多的国民兴中学 尤其是在华人的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 比如说槟城 医保 普冲等等这些地区 他表示在现在的国民兴中学里面 已经不足够容纳学生 希望呢 能够有更多的学校或者分校 那其实目前现在全国呢 是有78所国民兴中学 他对于这个国民兴中学的校长呢 也提出了一些要求 他认为说国民兴中学的校长一定要懂得华语以及中国文化 至少说会能够用华语来做一个沟通的媒介语 叶军城呢 他也提到说 政府从来呢 教育部从来都没有边缘化过国民兴中学 他们一直都在协助维修还有提升这些学校 确保学校能够获得政府学校待遇 但是他也呼吁 所有国民兴中学获得拨款的学校呢 必须每个月成交报告给教育部 汇报学校提升还有维修的状况 就包括附上维修前 中还有维修后的一些图像 当然这是教育部会跟进监督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呢 那到时就不要说这个拨款迟来了 还是没有拨款给国民兴中学 因为他说呢 就希望学校不要等教育部来追这个报告 因为到追的报告呢 换句话说 你自己没做好这个本分 Documentation 这个Falling的工作没做好 那他们没有办法去执行 或者进行更多的拨款给国民兴中学 而且他也有提到说 希望校方能够立即的使用这批拨款 而不是存放在银行内生利息 那是否有在表示说 有一些在学校的拨款是这样子的状况 并没有好好的利用这一份拨款 同时呢 就这次拨款呢 其实这是偶然的一次拨款了 是履行一个承诺的拨款 但是呢 就是有关人士 就是林荣华主席 他是国民兴华文中学的发言人理事会的主席 他就强调 是不是政府能够每年都是按制度化的 给国民兴中学进行拨款呢 对此呢 叶娟诚就是说 这个问题我是不能回答的 需要等待首相或副首相的给你予以答复 这样的一个场景 就让我想到昨天 想到昨天的一个 也是教育部的副部长 他是印度人对吧 那个印度人呢 他就 因为现在就是旧于 就那个华小的用餐 浴室用餐的课题啊 现在还没有完事 没有完事呢 好多印度家长就不满 不满这个就副教育部 印度人的这个副教育部长 说说说他们有实权 你什么事都要听政府的 你连现在的就是 就浴室用餐的问题 都解决不了你是干什么的 所以说这些 就印度的这些家长们 就印翼的这些家长们 就是直接绕过 他们本族的印度的这个副部长 去找马华了 找马华有用吗 马华也是不是政府啊 他们也是要听老大 听中央的指示 但我就想象 马华他是一个单元政党 能关于印度人的事吗 这个马华是他已经要开始 要做多元的一个状况了 全民全民的政党 让大家不单只是认为他只是马华 他是马华乌印 要改名了 好 他刚刚提到说 也是提到说 在这个时候宣布拨款 多少可能跟油起价有一些关系 是的 那我们昨天呢 又收到了消息了 就是RON97也起价了15线 所以已经是提高到 从20级10线 70线 70线 对 已经提高到20级85线了 RON97起价呢 是他不是新鲜市 因为在过去这一年来呢 已经起起落落两次三次了 因为RON97呢 他的涨幅和跌幅呢 是多少还是根据国际油价浮动 多少有一点影响的 所以奇怪的是 RON97涨价呢 没人说什么 你从来没看过报纸报道 也没人去炒 但是RON95起价呢 就炒到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这也证实了一点呢 其实RON97呢 的用户绝对不多 RON95比RON97更受欢迎 原因就是RON95是什么呢 是因为RON95更便宜 所以他重点不在他质量 而是在于他的价钱 如果价位更低的话 就更多人使用 因为毕竟在整个马来西亚 使用交通 使用这个燃油的 大部分还是中产阶级和低产阶级 更多 我最近在面子书上看到一个 非常有趣的帖子 他就说 不知道今晚会不会在邮政 看到很多的高级车款 Fallari啊 Fallari Mercedes 什么Massa 会不会今天也在排队呢 但是我们昨天经过邮战士 我经过邮战士 没有看到有这样子的车楼 这种情形是绝对不会发生 原因很简单 到他能够叫了这个Mercedes 加这个所谓的Fallari呢 这区区涨一个15升 算得了什么 不痛不痒 对不痛不痒 而且之前也涨过了 之前在今年年初大概三月的时候也涨了一次 那个是二令吉九十三 都没有所谓的排队现象出现 更何况现在只是涨了一个区区15升到两令吉85升 比之前还更低了一点 也不是最高的这个状况 其实在今年的5月22号 它的价格是下调了20线 所以现在只是在涨回15线 其实还是比当时最初的呢 便宜了5线 除了就是REN97在涨价 就政府呢 财政部呢 也在考虑是不是启用REN92 因为都知道就是在19 应该是192009年9月1日的时候呢 就推就推出了REN95全面是取代取代这个REN92 当时呢 就是记得呃就是大马的石油商会工会的主席 呃哈欣哈欣呢 就哈欣呢 就是说呃因为当时为什么取用REN95取取代REN92 原因就是REN92 它对于环境的污染很大 所以说就把它取掉 用REN95来取代 但是现在呢就是财政部就是考虑呃是不是在用回REN92 取代取代REN95 因为大家现在的民众的情绪有些高涨 不满的情绪也有些高的 当然当初取消REN92的原因不单只是因为它最环境污染 而是使用者呢 消费者只是占了大概5%到10% 是一个很低的一个消费量 所以呢 它相对的比起REN97呢 就没有这样市场的需求 它才把它取消REN95和REN97 所以取消了过后 如果是当时的话REN92应该价钱更低啊 对更低 为什么大家会使用一个价钱比较高的 这个是属于一些比较技术上的一个问题了 因为REN92和REN95比较起来呢 是在于它油的质量 当然我们车子呢 是走引擎的嘛 肯定这个机器 它需要这个燃油来来去消耗的 REN92的油质是比较差 那当然这比较差的状况下 它燃烧是没有办法完全燃烧 会影响这个引擎的本身的寿命 它的使用使用度 所以呢 为了长期来看 你车主呢 甚至于车主 如果你选了一个更低的品质的油 你反而会消耗更多在你的这个引擎上 那当时就大部分的民众都选择的是REN97对吧 REN97对REN97 那这个是价格更高的 对更高 但是当时的REN97呢 是比现在REN95呢 还比较低价钱的 当时的价钱 对没错 所以为什么当时呢 大部分包括连我自己本身都在用REN97的 虽然是稍微比92偏高了一些 但是相对的比起现在REN97呢 是比较低价的 那所以呢 现在我们看到政府部 财政部呢 在考虑要不要用回REN92 是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呢 即使他用了这个REN92过后 环保组织是不是应该要来潮一潮呢 因为他自己非常清楚知道 REN92对环境污染是非常大的 而且呢对引擎在在所谓的经济效应 或者是所谓的 环境 Cost Efficient 环境是一个 尤其是在这个所谓Cost Efficient方面 是不是更有效呢 因为当你花了这笔钱 到最后 因为这样子而导致你的车子更容易换你付出的 反而是更多 那是不是值得 那其实是应该值得让大家考虑去财政部 应该看一看 所以说财政部在 他预计在一个星期到10天之内定夺这项一案 那不管是REN95还是REN97 对于油让涨价呢 还是会有一些反对的声浪 像昨天我们就看到已经有快闪的活动 在路上呢举着牌子了 那今天呢 我们再看看呢 在昨天有七个非政府组织所组成的降低油价联盟呢 从昨天开始在吉隆坡独立广场展开了绝食100个小时的运动 那就是在星期六呢 就是9月7号下午2点 在独立广场呢 也会举办一行大型的集会 希望大家一起都能够前来一起抗议油价上涨 我们也看到在这项 他们是在独立广场嘛 对不对 这个独立广场呢 就在杂音在黄德旁边了 黄德 他们是邻居 邻居 是邻居了 是邻居了 所以应该现在大家一起来抗议 因为黄德他不单只是现在抗议的所谓的莱纳斯 就是环保课题 那现在降油价也跟他有关系了 因为他支持这项运动 只是说呢 他们也说 你们也一起来签名 不懂 其实他也没有叫他们一起来签名呢 如果是有的话 那应该很快达到这个百万的目标了 那当然 应该 因为这也就是降低油价联盟 它是由七个非政府组织组成 他的成员就包括全国青年团结阵线 合资帮 还有就是为民主而活 这些组织 而这些组织呢 他们 就是刚才您说的 估计他们没有四十万的这个党员 应该组成不了 因为现在黄德还缺四十万的一些签名 即使没有四十万 有一个算一个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少了一个 一个都不能少啊 这个啊 如果你少了一个的话 你就九十九 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你倒不能到一百万 还是不能回家 一个都重要 你去吧 我我我去 我我去签 我去签 最后一个是很重要的 是 好 那我们把这个焦点整一整 看到 这 这个是国家文学家的 这个摄影分子 刚才谈到黄德 谈到这个所谓摄影呢 快闪呢 我们来看看 沙马赛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呢 他在之前呢 就凌晨被扣查两个小时后 或者释放 这个警方也调查 是否还有更多人牵涉在 马来群岛传统旗帜的事件 所谓马来群岛群众旗帜的事件呢 是发生在之前 国庆日前夕呢 他们就展示了马来西亚群岛的传统旗帜 叫做荣耀红白 他就是因为展现了这片旗子呢 被警方扣留调查 当然这个旗子呢 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旗子 我们来看看稍微说一说 因为荣耀红白呢 其实是整个马来民族 或马来亚群岛的一个象征 因为这种旗子呢 从来没有正式当成代表 马来亚群岛的一个旗子 但是就是在国庆的时候呢 因为这些摄影分子呢 也扬起了这个旗 结果就引发了一些冲突了 那当然这一位 其中一位历史学家 他接受报社的访问的时候呢 他也说了 其实当时的马来亚呢 是受到苏卡诺的影响 换句话说 也是左翼的一些政党 一些分子呢 包括像马来国民党啊 PKMM的领袖 还有采用红白旗改造 变成了这个荣耀红白 但是有很多种原因 造成这种旗子呢 其实没有被很多人接受 那当时呢 有大部分人民 已经非常的抗拒 左翼这种概念 这种理念 反正是接受联盟所提出 让马来亚成为独立君主的 这个立宪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 像东瓜都拉曼 他们这一般人所做的 是获得更多民众支持的 那当然我们看到 相反赛这边呢 其实荣耀红白呢 他们就是像刚刚有提到说 不能够代表大马 甚至不能够代表 马来西亚独立 因为当时 左翼政党所提出的 独立理念呢 是最终要跟印尼合并 合并在一起的 所以在国庆日 张卦荣耀红白呢 是被视为对国家主权的 一个质疑 也是对辉煌条文的 一个不敬 这个是他们的说法 才会对 萨摩尔赛义呢 采取了一些行动 但是去捕捉什么 并没有一些特别的好处 凌晨一点去捕捉的 一个老人 他是马来西亚文人 就是很著名的一个文人 在凌晨一点去逮捕 这么一个具有资深的 一种文人士 是不是一种很不尊敬的 不敬 绝对是不敬 而且他也没做什么 就在国庆的前夕呢 就在独立广场朗诵诗歌 就这样子 也没关什么特别 犯了很大的罪行 但是之前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呢 就是之前全国总警长就 就叫这个 萨摩尔赛义呢 不要再躲藏了 但是呢 萨摩尔赛义说 我一直都在家里面 从来没有躲起来过 就此之间的 内政部长 内政部长他也说 就是其实 这位就是 这位著名的文人呢 他是我的老朋友 他俩 他俩原来在 原来在马大的时候 他俩是校友 是同学 也是很好的朋友 他说 不能因为 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就手下留情 应该是公事公办 也请党外的 我的朋友们 就党外的 不是巫统内的 党外的 我的朋友 应该是包括安华吧 党外的各种 就是非政府组织 和政府组织里的人呢 就谅解我的一些情形 无论是我在 做什么决定的时候 我都得需要公事公办 他为什么没说 无论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都不在我的决定范围内 我都听老大怎么说 这个是他背后 没说出的话 那当然呢 老大是谁 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其实说了好多呢 都有好 不同的一些说法 背后有谁控制了 一些什么东西啊 那当然我们 这是题外话 说回来看到 上马赛这件事情呢 也牵涉到 有其他的生育分子 包括有 还有其他的生育分子 这几位呢 都有可能 接下来 会被扣查 或者是审问 更多的相关的 一些消息 或资讯 那我们再看看 刚刚提到说 国家软油起家 但这个也可能 跟国家的竞争力 有关系 那在全世界经济论坛 WEF公布 2013至2014年度 全球竞争 竞争力报告里面呢 马来西亚在 148个经济体系 国家体系当中的排名 从去年的第25名呢 稍微提升了一名 就是今年 就是第24名 值得高兴 来掌声一下 终于提升了 全世界 全球的竞争力排名 不容易哦 因为你能够在众多国家当中呢 提升到一个名次啊 都已经是难度非常高的了 再何况 更何况再加上呢 马来西亚目前 虽然说经经济或政治呢 还算稳定的一个状况 即使有油价涨了一些 不过呢 整个局势还算是相对的 比起一些国家还稳定的 不过涨价这个东西呢 我们没办法做一些 其他的更大的一些妥协或调整 因为毕竟中东的局势呢 也影响非常大 刚刚漏了一个消息 就有这个Petronas的 应该是Petronas吧 他有说明 为什么油价会涨这些东西 就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控制 中东的油价 而且呢 我们也是有 跟国外买这个油进来 把这个油买进来 所以买更低的油 把好的油卖出去 让国家赚取更多的钱 当然这其中要怎么去平衡呢 就要等经济学家来做了 这些是Petronas他的官方 他自己的油利 官方的文告 一个评估 但是政府的评估不是在内的 因为政府的评估 他主要是稳定财政的稳定 而是赤字减少 这是他最主要想 想实施这个 升油价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当然刚刚说到竞争力这件事 国际贸易的工业部呢 在昨天就发表了文告 说大马依然是东盟中 第二最具竞争力的国家 在25个亚太区域经济体方面呢 目前是排名在第七名 前面的十名呢 依次序呢 有瑞士 新加坡 芬兰 德国 美国 瑞典 香港 荷兰 日本 还有英国 那其实我们看到 在整个亚洲国家当中呢 新加坡已经是排名第二了 那是我们的邻国 也许在某个程度上 在经济 政治 还有等等的一些竞争力上面 也许新加坡 有一些值得我们参考 或者是学习的部分 那目前为止呢 大马已经被列为 正从这个效率驱动经济体 转型到创新驱动经济体的一个国家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当 如果这个经济体呢 你靠的是效率 你就要更多的外劳 你一致靠的是劳力 而不是其他方面 那就很难有更大的一些进步 那新加坡本身呢 靠的不单 他们不是生产国 他们是变成的是一个经济型的一种国度 那这种经济型的国度呢 能够推动国家更好的一些发展 包括人才方面的培训 还有整个经济的提升等等 在这次就是全球竞争报告当中呢 我们不免想到前一些时间呢 就是也是对大马的一个评估 会议会评 那个会是什么 会什么来着忘了 那个字是什么来着 会评评估报告 那个报告之中呢 就是把大马的评估指数 从稳定 从优质评到负面的一个影响 那么这个评估报告呢 又是使大马的这种经济能力 全球竞争能力提高到 从原来的25提高 提高到 就是排名第七 提高到现在亚太地区排名第七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 在这个问题上呢 就是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巫统的一个官员 他就是说站来说 那个惠普评估报告 他说不准确 他说他不明白 马来西亚 他究竟的国情是怎样的 所以说他这个评估报告说 大马的经济是在负面影响 他是不准确的 那么这个全球竞争评估报告 是大马的 就是竞争率是上升了 那他认为是准确还是不准确呢 这个就交代我们的 看谁才能够作为真正的评估标准